房子现在是越夜越热闹了 你喜欢逛夜市吗 这份最新调查发现 台湾民众不只喜欢逛夜市 而且还喜欢抢夜市附近 所谓的夜市宅 来看一下六都的夜市宅 看起来是无所不长 像是士林附近涨了10% 大洞夜市附近涨了8% 一中街涨了7% 雅南附近也涨了4% 主要很多消费者 还有很多购物者 看重的是附近的商业 还有交通以及生活机能 比较好才积极抢劲 那最近政府积极打炒房 有可能还会祭出第三波的 房市的一个管制措施 但是有这个吉家网的董事长就说了 政府打炒房根本呢 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 是没有什么用的 他指出目前房市 有三大的核心问题 主要的问题 第一个是因为土地囤地来炒作 这个部分会导致恶性循环下去 另外就是预售红单的炒作 这个也只是短期效果 还有呢 就是租赁市场的黑市炒作 主要是会导致房东有逃税的情况 因为他说政府一直在说要补贴房东 而且要提出一些这个减税政策 但现在问题是租赁市场 根本没有所谓的实价登陆 所以房东永远都可以逃漏税 房客呢也永远在抱怨说 之前买不起房子 现在连租房子的租金都变贵了 根本连租也租不起了 好这个是买房跟租市场的状况 另外再来看看台湾的商办市场 这几年台北的商办市场也非常的火热 供给跟不上需求 有商众就统计了 去年台北的商办空置率只有3.8% 创下了20年的新低纪录 租金也跟着水涨船高了 更有不少业者呢原本想要盖饭店 现在把盖饭店的计划取消 干脆盖商办 3.2.1 时常举办体育活动也免费开放民众打球 会在新医区进华地段 世贸医馆正对面被称为最贵篮球场 一旁停车场也曾被誉为最贵菜园 基地面积1562平都属于富邦集团所有 富邦整合多年才完成 北平取得成本曾逼近千万元大关 2018年底敲定要盖饭店 如今又传出新计划 目前篮球场已经拆除 跟这一整片提车场延伸过去的土地 原本富邦是要打算盖饭店 最近传出富邦大股东已经跟饭店方解约 未来要改建成办公大楼 饭店不好经营 加上看好商办市场才选择改建 房产机构统计 2020年台北商办控制率只有3.88% 闯20年来新低 进华地段根本供不应求 租金也水涨船高 A办平均租金来到每瓶2859元 年增率达2.5% 其中101每瓶租金更超过 4500元未来还可能再高 现在看起来租金已经在前两年 已经上涨到了一个 应该是台北市最高的境界 我相信只要你的资产维持得更好 它一定有助于 它在租金上面的一个成长的力道 商办成为近期房市主流 来到西区临近台北车站 黄翔建设标道的台契案 原本与万豪酒店签约合作 打造台北西区五星办店 去年抛出震撼弹解约并将改建成商办 建商 人寿 金控 一窝蜂抢进商办市场 难道不怕功过于求 其实目前就A级办公室市场来说 它的平均屋龄可能都超过25年以上了 虽然未来有许多的新供给去推出 可是相对来讲说其实蛮多的企业 他们也在追求他们办公室的办公环境 在upgrade的过程之中 其实它可以是被吸收的 实际来看台北商办已经很久没有新建案 如今面临更新阶段 包含南港还有金华城 未来也将会投入市场 建案超过十件 但黄区商办大战正式开打 但也许这种方向